咱们一定要记住 咱们要从推荐跟宣传两个方面 去打透这三个方向 咱们今年取得了很优异的效果 然后我希望咱们这个团队 如果今年的努力的话 希望明年保持这个状态 有一个也是需要有一个骄傲的成果 来杨哥发表一下言论 你认为除了这三个方面 咱们公司今年的这三个方面 还有哪些方面 我感觉可以提前还价 这个问题我可以去帮助咱们 去跟领导去申请一下 你先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五分钟的定律 那你想做一件事 就要在五分钟内开始行动 否则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拖延很久 甚至不会去做 这五分钟大概就是一个范指 强调无非就是立刻去做的这一个重要性 其实每个人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受拖延的一些困扰 把需要做的事情不断的推后 那直到都拖不下去为止 就像咱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定道中一个闹钟肯定是起不来的 因为大家 那墙子很好 可以不一种人啊 不好意思我找点手机有手机 不是开会呢不是 尽快啊尽快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找一下 你像早上当中小的时候咱们一般都是关上来再睡一会儿 那你无论是什么别的那你像毕业的论文啊工作的任务你不能总拖到最后的这个期间嘛对不对 我手机了吗 什么手机什么手机 这手机没了 这一直想啊 不可以 安静啊大家都能开会呢 继续咱们一起 就是告诉大家咱们无论是锻炼身体还是学习技能 还是去看望家人啊看望老友都要善于行动 咱们停一下怎么我手机一直想你们看到我手机了吗 谁找你谁见你手机啊 你这开会呢应该 我再处理 不好意思我找完手机啊我手机一直在想我总是有事 不是你刚才没开会的时候你不在手里吗 哎麻烦你起来一下吧我看一下座上有没有 我我看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有啊我手机啊 不想了不想了 哎呀大会吧大会吧 没找没找到东西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所以说就不要让大家一直等你这个手机 谁啊这是啊 我怎么我感觉手机在我兜里呢但是没有啊 注意点啊开会呢已经第几次了第三次了啊 我实在不不好意思 我我再找一下再让我最后找一次行吗 我再最后找一次 快点最后两个 行行行 我先找个字 你先找个字 我再找个字 人家里面 哎呀 开会吧 我手机呢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郭先生 没有啊 我一直在开会啊 他一直在想啊 你看 又想了 我这 我这能有吗 哎 你起来一下 起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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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没看到我手机啊 我没看到 我拿见你手机啊 你看我干嘛呀 没看 没看 你帮我找了 你帮我找这手机 哎呀 还有手机呢 快点啊 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 谁把手机摘衣服上了 你们 你们闲的吧 下来吧 下来吧 下来吧